我們守法的地主不應該被懲罰 受到這樣子的一個對待 所以我們的訴求就是 希望政府可以執行公權令 讓我們這95%的地主 可以趕快來回家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大概主要的一個訴求 非常的明確就是希望政府 能夠行使他的公權力 如果是說 可以說 王家這兩黨 先不要緊張 先讓你們先蓋 那你們怎麼會願意 這段時間怎麼說 那些人 要蓋不蓋就不是我們那些人來啊 我說如果你們 就你們本身來說 那些願意說你們這兩黨 你們這兩黨 你們這兩黨 你們兩黨先不要緊張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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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你可以去問市政府 他願不願意這樣子做 這不是我們願不願意的 這已經不是我們願不願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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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當然是在市政府啊 我們當初為什麼是選擇 是用都更的方式 不是用和建的方式 就是因為說 市政府會幫我背書 這個建商萬一他倒了怎麼辦 對不對 他倒了你起碼你台北 我們當初為什麼 其實很早很早之前 我們那個房子是非常老的房子了 很早就有建商來找 不是不是只有這家建商 非常多家建商 我們在那邊 他說他們是百年 我們在那邊也是很多很多 這是我阿公留下來的房子 也是很多建商來找我們談 那個地點 大家去看過 也是覺得說 那個地點很好 所以一定不是只有一家建商 我們去哀求人家來蓋的啊 也是很多很多選擇啊 為什麼我們最後會選擇這一家 然後就 要配合都更 就是因為說你台北市政府 有在推這個都更 然後都市更新 什麼增進 不管他什麼優點好了 就是因為有你政府的背書 所以我們這些地主才會 有很多也是不同意啊 我們也是要去跟他講說 阿你拜託的老 我們這樣大家有心處 互相的去溝通 阿哪知道說 就冒出一個 他就是怎麼樣都不願意 那我不管說他不願意的理由是什麼 可是問題是 我們大家當初 願意搬出那個房子 我們家是在最後期限 之前才搬出來的 阿我們家也是 這個不是一個比可憐的故事 那當然就是 願意配合政府 然後去溝通 把不願意的人 講到說願意 可是今天他們提出來的是 根本我們沒辦法去溝通的 我們自己私底下 都有去跟隔壁的鄰居講 阿你不要太堅持了 我們大家都是老鄰居 大家一起有新房子住 我爸爸是視障者 他常常在那邊 我們一直不敢讓他去面對建商 為什麼 因為他每次面對建商 他情緒就非常的激動 但是激動要送醫院 那他的一個心情就覺得 他跪對祖先 他把老人家留下來的房子弄不見了 那如果說政府他覺得說 他自己也承認他自己的法令不對 或什麼的 或覺得那些人很可憐什麼的 那請他給我們一個交代 那不要只是說說一句說 好我們會依法行事 反正我們每次寫信去市政府的信箱 或者是跟所謂一些 可以反應我們心聲一些管道 他所得到的光 他回應就是要顧及雙方的一個什麼協調性 什麼什麼的 可是說實在的沒有人顧及到我們這些 已經配合的人的心聲 那我們要等多久我不知道 他今天說3月19號以後 那以後是怎樣 再三年 再三年 再三年過去嗎 我很希望讓我的阿嬤她有 可以早一點回去住 然後把老人家留下來的房子還給他們 說真的 這件事 如果是建設也不是那些人來 一半那些人就這麼接受不接受 我先來表達一下 因為我們地主其實我們大家對法令 真的沒有像他們搞得那麼熟 我們真的不像就是他們去尊嚴到各項的法令這樣 那基本上我們有注意到最近這幾天 都更處他們也有發表一些新聞稿 那因為我想就是對我們來講 其實能不能夠做我相信都更處非常的清楚 如果真的可以把他們排除掉的話 怎麼可能我們現在這個事情沒有辦法解決 那我們相信就是所有的東西一定要依法行政 法令說不行就是不行 並不是說今天王家他想要怎麼做就一定可以怎麼做 那我們是有看到這個 就是說在這個更新處的新聞稿裡面 他們也很清楚的揭露到說 這個其實都更的整個的審查過程都有他一定的程序 那在這個程序之下並不是說他自己去想說我不要參加就可以不要參加 我想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因為我們地主真的不是那麼清楚這些相關的法令 我想也請媒體朋友可以體諒我們 因為我們真的也不是這個方面的一個專家 那我們只能說我們還是信任市政府這邊依法行政 那如果說今天王家認為他們排除是可行的話 我相信他們的訴訟不會白訴 我想媒體朋友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部分 就是說如果他們今天真的可以排除的話 他們的訴訟就不會是敗訴了 我想我們大概理解的是這個樣子 基本上我們跟王家我們不是對立 我們現在是說他們在那裡做成我們大多數 人在那裡沒辦法在那裡 看到他們說他們是對於都根受害者 其實真正的都根受害者是我 相信政策的結果是我們 現在我們知道政府當局他們那樣 他們現在是我們怎麼知道他們那個市政黨他們怎麼那一彎 我們現在是我們所知道也是有時候從報紙啦 有時候從那一彎或者是建商黨 市政府要有一個動作啦 結果我們就告犬就又停在那邊了